好,接下來,就是重點 老師會常常的重點 實驗器材的操作 第一個就是酒精燈,酒精燈最愛討 第一個,酒精燈不可以裝不夠也不可以裝太滿 我們以前寫8分滿,康宣版寫3分之2 反正就是不可以太多也不可以太少 太多容易露出來,太少咧 因為酒精容易蒸發,太少咧了很多空間還有很多的蒸氣 有蒸氣就容易引發爆炸,也難燃燒 所以不可以太多 然後碰到小碰到厚斗去裝 肚上有肥靈化,用厚的把那個酒精裝進去 然後厚的添加酒精 你到不要近實驗之後再有人問我做什麼要裝嗎 你不要到近實驗的時候 酒精跟酒精不斷去裝的時候 他問我說要怎麼裝 好 然後呢,我剛剛講過太少就有帶多蒸氣,容易爆炸 太多會容易露出來 這樣會容易露出來 酒精 點酒精燈要用火柴 要用打火星 絕對不可以用 一個點燃的酒精燈去點另外一個酒精燈 因為酒精燈有蒸氣,有爆炸的危險 所以他這裡的蓋子自然會鬆的 讓那個酒精有驅滅 如果是靠在上面會跑出來 那是他就靠在上面,又鎖緊的嗎 所以當你已經拿到歪歪的,拿過去的時候 他就會露出來 就露出來,會長出來 所以絕對不可以用酒精燈去點另外一個酒精燈 酒精燈要滅掉的時候,就有一個燈罩 用燈罩蓋洗 不要吃到你的內功 用嘴巴吹 因為這個蒸氣吹走三早火 你可能會把別的東西給點起來 可以拿燈罩蓋洗 酒精要熄滅酒精燈的時候 請用燈罩蓋洗 用燈罩蓋洗 不要用嘴巴把它吹掉 然後酒精燈如果打翻了 就用濕抹布蓋洗 來來來,講故事 很多年前的學生 做實驗室 我在前面交代學生自己 突然後面發生一些吵雜的罵聲 我就跑過去 就好像國戰的感覺 我跑過去 過去的時候,桌上一盆熊熊的火在上面 然後呢 就這樣,我就一直罵 一直罵,一直罵 一直罵,一直罵 我走去,我跟你說 你現在應該做什麼 現在是滅火啊 不挑人 我下一句 看著我 什麼意思 從二年級 考試就考了N面了 拿私我不蓋洗 就還是我去陳面 拿我過來蓋掉 讀書不是讀假的 他考試會考,私我不蓋洗 自己燒起來之後 不知道兒子怎麼蓋洗 你為什麼蓋著麵 這個學生 提個錯 東西著火了 不先面 先咬人 賣賣賣賣 幹咬人 你就幫他一起燒喔 第二個 結果還要問我 怎麼面 三年級 三年級 已經學過了 考過了 考過又面了 問我怎麼面 希望不是你 動 動力量不是你 兩頭表玻璃都不可以加熱 溫度計不可以直接 泡在水裡加熱可以 等於不可以直接 表現它會壞掉 超杯燒平蒸發米 可以加熱 通常會隔熱誰加熱 澆石纖維網 為什麼澆石纖維網 為什麼澆石纖維要加熱 為什麼要澆石纖維要加熱 受熱均勻 魚軟 所以剛剛我們過掉 骨外太 所以 受熱均勻 所以澆石纖維 你的筆勒 你的筆勒 不用操的 你剛才還在看我 看我還在街面也不在戲 如果不需要加高溫了就可以河水加熱 好像你們生物有用過對不對 生物有沒有用過 那你怕沒有用過 你怕沒有用到河水加熱 那你生物好像有用過 河水加熱 四碗燃燒時就可以直接放在河杖上 剛才講過重點 四碗加熱的時候根據實驗的不同 有的管口要朝上 有的管口要朝下 但是不管朝上或朝下 重點是不可以朝冷 對朝冷 你要幹嘛 四碗是多冷 你猜咧 好笑 來 那講過了 你受加熱之後一定要注意 不要被燙到 應該不會有那麼多粗的人會被他燙到 再來兩孔 剛才說過了 兩孔不可以加熱 不可以配藥 不可以發生化學反應 只有一個用途 什麼用途 兩孔 兩孔 兩孔的時候目光要平視疫苗 平視 剛才講過了 你的兩孔是直的 點出彎水子 平視它 平視哪裡咧 如果是凸起的平視最高點 如果凹下去的平視最低點 凸起來的平視就 為什麼 因為這樣就只有差旁邊一點點 小點而已 凹下去的平最低點 也這樣就是只有旁邊多一點點而已 這樣可以減少誤差 老師那我看中間咧 不明是你不知道哪邊中間 不知道哪邊中間 所以 凹下去的 請看最低點 凸起來的請看最高點 我們大部分是看水 水是凹下去的 你就看最低一點 少 好 我們國中現在已經沒有水銀 這個叫你做水銀的實驗 如果水銀的話 水銀是凸起來的 就要看最高點 你這樣 風光平視最低點 或者是最高點 看它凹下去還是出幾 重點 好 重點 請問你 誰的眼光還是正確 誰的眼光還是正確 我不是 我們 來 36號 partido 楊陳芋 茄霖 請問你 誰才是正確 甲義璧 誰才是正確 誰才是正確 我聽我你要說什麼 我而言 你講話嗎 講什麼 你說乳嗎 你說乳嗎 好來 甲會偏高 也會清楚 也會偏低 以示正確 可是這裡的偏高偏低是要看你的刻度在哪裡 因為我的刻度畫在前面這裡 所以甲看起來可以看到上前上面 這裡叫做偏高 你看看下面是偏低 你看如果刻度放在旁邊外邊 大家就不一樣了 大家就不一樣了 所以如果考卷上有問你誰偏到那邊看看他刻度在哪邊 才會知道誰是偏到的就是偏低的 大家想說低管 重點就是不要吸到橡皮頭 不要讓藥品去補持你的橡皮頭 證券的抓著 放有顯示 壓一壓擠出來 藥品簡單 很容易用 然後呢 擠出來 壓一壓就可以了 不可以倒置 原來他留下來就能夠嗎 重點就是不要讓藥品碰到橡皮頭 不要讓那種橡皮頭 橡皮頭 有橡皮頭 橡皮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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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真的非文不可 請用手張文 像我現在跟你們做的一樣 一樣 不要拿起你的鼻子 湊進去你的飾管或是燒杯 來用一個吸下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下穴琴 下穴琴我會做一個尿醋甲醛醋的實驗 這個甲醛呢 味道 如果你給他這樣用力吸下去 好一點的人 會噁心一節克 如果你非常敏感 你就昏倒 所以 要 真的要聞 請用手拿來三文 我給他 給他吸下去 唉唷 絕對不要吃 絕對不要去吃 甜搭 甜搭 嘗甜搭 化學實驗室的東西 太多莫名其妙的東西 千萬不要吃 因為它是有劇毒的 就有劇毒 對 不可以用劇毒 挖滴 嘗甜搭 剛剛講過的 到的時候 插下二支手 它做的是兩隻手 一隻手倒 因為有拿著撥棒 順著撥棒倒下來 有人只有一隻手 這個是燒杯 這個是撥棒 撥棒放在燒杯上面 直接這樣倒下來 反正就是讓它順著撥棒留下來 避免它到處亂劍亂噴 所以就是圖上面顯示的 當你講過的倒東西的時候 蒸發你啦 燒杯啦 倒一點的時候 請你上它順著撥棒倒下來 連它倒處亂劍亂噴 然後我們就混合了用那個 我們國中就這種東西來撥棒 如果你練大學還有一些神奇的騎士幫你撥棒 你就用撥棒撥棒撥棒 撥棒 撥棒 溫度器只要碰到 那個你用肉眼完全看不出了夜空 它就壞掉了 都壞掉了 就要撥到 它有一點點微小小到你的眼睛看不到的夜空 摸就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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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可以用撥棒去拉 跟溫度器去拉拉 你不用撥棒 好 再來 重點 好 是個重點 稀釋濃流栓的時候 要將濃流栓 緩緩倒入水溝實攪拌 絕對不可以倒過來做 倒過來做了 請假的時候忘記了 那大學生 在做實驗 就把酸倒下去 就把它放掉 然後送給你 比如說學生很失敏 然後體力炸掉 那我還在臉上就寫 然後有別人回我 回我 可能有些話會有講 反正這是重點 濃流栓有強力的脫水性 它會去搶水 所以如果你把水倒進濃流栓裡面 大家都進去搶 然後又放高熱 這個東西漸出來 漸出來的東西不是水 這個東西是濃流栓 下學會告訴你 流栓的毀流效果特殭 所以請注意好吃的重點 新式濃流栓的時候 必須把濃流栓環環倒入水溝 徐時攪拌 不可以顛倒 因為還有強烈脫水性 會化高熱 倒過來做 會發生爆大性的見證 就會 這個流栓進來臉散 就可以 智能回溶消 如果萬一 不小心碰到了栓 或者一些化學藥 請你用大量清水沖洗 請注意 我說的叫做大量清水沖洗 意思是要你 伸下去 水龍頭打開 然後再大 一直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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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很久 不是打開 多兩下 沖完了 不是 沖很久 大量清水沖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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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有一個 畫面他們的命中 是這個 這是正常的實驗室會有的安全設備 本項沒有 本項沒有 上面這個叫做淋浴設備 下面這個叫做沖眼器 這有個拉管 那下面手一拉 就有水噴下來跟洗澡一樣 沖你的身體用 下面這個是眼睛湊下去 用一按就有水噴出來 沖眼就用 藍雅國都現在實驗室有 在老舍桌上 我們只有單隻 我們只有兩隻 我們按下去就會噴出來 沖眼器用沖眼器 就是萬一你不小心沾到 就把它沖掉 然後用水大量清水沖 沖你的衣服